大家好,很多人都叫我說 其實我是想說而已,只是想是今天才推出 事緣早幾天在連登上有個帖子說這個微辣的Tinner 在自己的網店買一些手作的小飾品 但有人發現它的款式跟淘寶不相似 是一模一樣的,為什麼呢? 因為Tinner的網店說是自己的設計 即是手作,即是自己製作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為什麼淘寶是一模一樣的 其實今時今日都不需要說這麼多 因為你看看圖片的對比,是沒有改過的 原汁原味的整隻出來 到底是什麼事呢? 有人就把圖片傳到網店的Instagram 去問為什麼呢? 他就說不好意思啊,原來有這樣的事 我們已經馬上把同款的貨品下架了 那算不算承認了 即是說原來真的是淘寶 但有人就奇怪了 他就說那些東西是你自己設計的 那些什麼手作 為什麼呢? 根據Tinner的解釋 原來他是那間網店 就找了一個類似大媽媽做的 他就說原來他們是收集其他地方的設計 然後再自己製作 其實聽想到,即是抄襲 即是抄襲 簡單來說,最簡單的例子就是什麼呢? 我看到一幅畫 即是夢羅里沙丁微笑 然後再畫一幅類似的畫 然後就說是我自己設計 但現在的情況更加惡劣 現在我看到的就不是這樣 我看到的就根本就在淘寶買回來 然後一聲就買回來 即是完全不用改 即是就算你說這樣是抄襲的設計 起碼你都是自己製作 那你的材料起碼都是自己製作 自己生產 但很明顯現在呢 你是更離譜一點 即是整個淘寶買完 即是量產買回來再買回去 其中有網民就比較過價錢 其中一款 Tinner間網店就在賣 好像268元有件貨 但淘寶單賣是98元 大家知道淘寶量 即是批發這樣買 大量買會便宜一點 可能價錢我當是60元 其實保守的計算 其實它一件賣出去都賺兩塊錢 即是那個款 它有很多款 大家知道淘寶一向成本低 加上淘寶的優點就是 它成本低 以及你可以去訂購的比較少量 因為大家知道 如果你在香港去訂購一件 我想訂50個 彩你都傻 起碼可能要訂成幾百個 甚至過千個 香港的工廠才會幫你做 所以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很多人都會選擇淘寶 是因為可以少量生產 這件揭發之後 Tinner那間網店 純粹是把完全同式同款的貨品下架 但是 同款不同式的二色筆 它只是放在這裏 好瘋 好瘋 還有如果這件事沒有揭發 根本它是完全當沒事發生的 即是有一宗 即是有一宗 淘寶問題 因為它標榜 在香港擺放的攤位 標榜是本土製作 我很奇怪 為何一個澳門的人 會來到香港 說是這個本土 這個本土是哪裏本 是不是應該是澳門 不知道 不知道 但是就是這樣 即是有一宗這些事情 我想說 其實網紅KOL 利用自己的名氣 去賣這些產品 其實是無可厚非的 甚至 我覺得其實在淘寶那裏訂貨 其實都是無可厚非的 因為其實你做生意都是看成本的 很老實說 就算你真的要在香港做 即是你的原材料 可能都是由淘寶運過 但是 你賣淘寶東西不要緊 說清楚 你不說清楚都不要緊 即是你不需要說我這件貨是淘寶 你不說得OK 但你不要就說 即是說黃色光環 即是不用大陸的那些 然後又說這個是本土製作 即是好像這單說 本土 這單更離譜 這單說是自己設計 即是他所有設計 但現在 有人就拿這張圖問過淘寶店主 店家的回覆就說 那個是他設計 他有版權 所以其實我覺得淘寶 為什麼可以告淘寶 這個淘寶的網店 因為他現在正在侵犯知識版權 所以就是這樣 即是賣淘寶不重要 就算不說 即是別人不問你 就不要說 但你不要在那裡假裝 假裝了 那些 即是剛才說的 就是這樣 另外一點就是 即是微辣 又是微辣的藝人 這個淘寶 微辣真是多事之抽 不過其實我想說 這單的賣淘寶 和知識版權 其實很濕濕 你想想微辣那些 每個人都 即是樂仔 偷食 即是老闆吃女在雪藏 嘩嘩都厲害 這些淘寶 很濕濕 很小事 沒事 那就是這樣 我們今次影片來到這裡 我答應大家 下年如果我10萬訂閱 Tickly哥哥 搞一個年少 我只賣淘寶 我已經說得明白了 買買不買過主呢 就是這樣